平均一罐十块而已 哦 那你要销啊 对啊 抽上卖二十五元的零卡可乐 现在平均一瓶卖十元 妈妈听到眼睛都亮了 怎么差这么多 仔细看看店内 三十天到期 九十天到期 原来是业者到处搜集 快要过期的商品 所以价钱才杀很大 我都拿三百多来买 可是每次都还剩一两百 别去唱KDB要省一点 对 要省一点 但是早上越便宜越好啊 菜单里超过十包的饼干 买一买竟然两百块不到 穷学生怎么可能放过 像是知名品牌的古早味蛋卷 门市原价四十二元 积极店卖二十元不到五折 减肥用的苏打饼干 原价四十五元只卖二十 同样也是五折不到 还有喜宴都会喝的柳橙汁 餐厅卖六十元 同样也是卖二十元 打了三点三折 我会遇过客人一次 就是才买二十箱的 那种鲜果水之类的 所以有点笑到 因为他们就跟我说 这真的是太便宜啊 就算是保存期限不到一个月 但因为价格实在太过诱人 常常碰到消费者疯狂采购 老板说 搜集到的商品 每次都不一样 可遇不可求 而民众买的开心之余 也要稍稍控制一下 免得一下子买太多 吃不完 可就头大了 TVH新闻 吴少龙都一街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好